当播足球快讯 2022年2月7日 中国逆转南韩捧杯女足 星期日傍晚女足亚洲杯决赛 在中国女足和南韩女足之间展开 上半场中国女足防线被打穿 李景敏助攻吹又利破门 姚令未手球VAI介入判佛十二马 慈少言主罚命中 中国女足暂时令比义落后南韩女足 下半场 张林燕射门 造成李永珠禁区内手球 唐佳麗主罚十二马命中 随后唐佳麗右路送出助攻 张林燕投锤破门 将比分攀平 相停保时阶段 超越而完成绝杀 中国女足最终三比二逆转南韩女足 队史第九次捧得亚洲杯冠军 比赛开始 十分钟 中国女足在右路发动攻势 吴情书右路传中 这次前点是将轻故意楼球 黄霜跟进的右脚射门 被对方门张拿到 27分钟 南韩女足发动反击 几名球员在右路打出配合后 右路李景文送出横拳 吹右利包抄破门 南韩女足一比零领先中国女足 45分钟 中国女足禁区内出现一些险情 摇灵媒倒地 李景文将个球踢到摇灵媒手臂上 投正看回The Air后 决定判罚十二马 慈笑言主罚十二马 猪肉撲了一下 但无法阻止球入网 中国女足零比二南韩女足 半场比赛结束 中国女足两个球落后南韩女足 换边再战 中国女足进行换人调整 张瑞同肖玉宜登场 换出吴情书同流阶位 68分钟 张林艳射门 造成李永珠禁区内手球 唐佳麗主罚十二马 射向龙门左下角 金睛尾扑了一下 但无力阻止个波入网 中国女足一比二南韩女足 72分钟 唐佳麗又路人求婚过后 下低传中 后点张林艳头锤破网 VAI介入确认这个波没问题 并没有先出底线 中国女足二比二南韩女足 保时阶段 中国女足打出配合 黄珊珊前场中路送出直传 超寓宜禁区右侧插上抽射 远角破门 VAI确认入波有效 中国女足三比二反超南韩女足 全场比赛结束 中国女足下半场连入三个波 以三比二逆转战胜南韩女足夺得冠军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